超狂客運才剛打方向燈 就從內側車道往外硬切 旁邊的黑車差點追撞 立刻擊下超驚險 後方駕駛目睹一切 氣得按喇叭 標示這樣橫跨兩個車道超車 堪稱危險駕駛 它已經橫跨兩個車道 而且沒有提早打方向燈 這種行為的話 在路上看到應該會覺得很 很想辦法話 真的會嚇到 連我自己騎機車也遇過 事發在台中西屯東大陸上 客運駕駛這樣危險開車 被檢舉成功 將有可能被罰最高 1800元罰還 客運業者表示 針對違規事項 會對該司機進行寄過處理 而台中大理得放路 也發生險撞事故 行人任意橫跨馬路 先遭騎士攔腰撞上 驚險繞過還差點跌倒 但違規行人居然大罵髒話 暗夜視線不假 騎士PO王之作 不會過馬路別過 行車路上危險匆匆 不管路人還是汽機車 都可能釀貨 民眾上路必須十分專注 才能避免獲釋上升 記者 盧俊傑 王俊傑 朋友飛 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